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 日期,请问你拿到资料 你要不要比对那个日期 要,那我刚刚跟你讲说 像这个日期 这个订单日期 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不小心 手务输到什么 2016年4月51号 对吗,有可能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经过检验 我们标出来那几个是错误的批印值 你会不会觉得说 至少我检查过了 或者是假设你请别人key资料 他key的资料到底对不对 好,如果key到订单日期 这个日期资料 我教你一招检验的方法 请问数值 数值会检验吗 周先生 数值怎么检验 直条图 有印象吗 直条图 就是检验那个异常值 那文字 那文字 文字 刚刚检查出来说什么客户名称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检查 资料底下的资料验证 对不对 好,可是这个是日期 日期 如果你想到就是你的 永远都是你的 如果你想不到 你可能 批了我的课 你学会 但是 可能经过了一个礼拜 三个月 你可能就忘记了 好 就我现在看看能不能引导你 请问一下 这个日期我要判断它到底正不正确 这个日期 我是不是也要判断它是不是正确 这个日期我要判断它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正确 好 那我们不可以用肉眼来去做 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排序 常用底下不是有排序吗 好 有旧排到新 2013年1月1号 到什么 1月多少 1月31号 对不对 这样看起来 1月是不是检查完了 错 你可能哦 你可能 好吧 就算1月检查完 接下来是不是2月1号 然后到多少 2月27号 那请问一下 那我有48个月 而且这边是不是假设出现了2月29号 你是不是都还要去想一下它是不是润年之类的 好 那请问你有48个月 你是不是要检查48个月的开始跟结束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花时间来检查 而且再来是你想到的方法 有没有比刚刚我说看那个月初是哪一天 月尾是哪一天 更快更好的方法 有没有 欢迎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段影片 可以在就是网路上留言 因为知识是要累积的 你就回去帮忙想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好了 我现在要教你这一招 请问一下 这个是订单日期 这个订单日期我每一天都要检查 那既然每一个这个日期都要检查的话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有一个什么机制来检查 所以我用的方式是叫做星期来做检查 如果说它今天这个日期它输入是2013年的1月33号 那会不会有这个星期跑出来 就不会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一天就没有这个星期对应出来的日期 那个星期几 合理吧 你觉不觉得这一招还不错吧 好 请你回去再想一想 然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算订单日期 它是星期几 所以游标移到最右边 这个 这个请叫做星期 而且等一下你还可以去算 星期一 它有多少的销售 星期二有多少的销售 然后看看一天 一周之内哪一天适合排电修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一下星期的函数怎么做 好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教你函数经理 插入函数 请问这边查询函数 是不是就直接输入星期两个字就好了 星期 然后点选 开始 可以吗 这个是搜寻的方式找到函数 这是各位应该要学会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Network Bas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传回两个日期之间所有工作日的数目 工作日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算 好 所以我们显然不是这一个 我们要的是这个 传回介于一到七的整数 用以识别数 星期数值 听得懂这是什么 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当我们今天传回介于一到七的整数 那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星期一 还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但是它是用阿拉伯数字 那如果你想要学阿拉伯数字一 怎么变成中文字的一 那是ECEL的问题 那不是效率 好 你就要去看我ECEL的课程介绍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weekday weekday 然后对就是它 然后点选确定 请问SERIAL NUMBER 这是英文字 你不知道SERIAL NUMBER是什么 但下面这边有看到吗 它是一个什么 代表日期的数字 就是你要去找日期 是星期几 那是不是要先去把那个日期 放在SERIAL NUMBER 所以这个水平卷转拉过来 我们是不是要点这个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Return Type Return Type是什么意思 Return Type它是一个数字 Return Type它是一个数字 1代表星期日等于1 星期六等于7 这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 好 2呢 如果使用2 那就星期一就是1 星期日就是7 所以通常我们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在这个地方输入2就好了 2 所以如果你看到结果是2 那就代表星期二 结果是3 那就是代表星期三 这比较容易直观 让我们看懂 确定 请问一下 这个快速点两下应该没问题 可以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来去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理论上是不是只有星期一到星期日 也就是只有1到7这7种数字的内容 所以怎么看这件事呢 是不是用筛选了 筛选 然后接下来来去看一下 这是不是只有1 2 3 4 5 6 7 所以代表说 这个订单日期是不是通通都是正确的日期 大家了解吗 请问一下 你们星期六星天 服务中心 就叫服务中心 我不是说神脑不是说那一种地方 就是原本中华电信 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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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现在拿到这样子的资料 是不是看起来它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好 那我现在 我现在 我刻意的把一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我就刻意把它改成 请问1月有没有0号 可是你打字会不会打出来 当然会 可是你看它这边会产生什么 它这边产生一个错误的value 如果你去看 它这里面是不是多了 有一笔这个value 你就知道说 这就是错误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了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我拿到资料 你们或得去做资料的检查 像红色衣服那一位学长 你会做检查了吗 你就是你 日期 日期 日期什么 日期 日期 就用week day 对啊 好没关系 跟你在同一个单位的人 你也可以去问他 或是回去再看一下我的影片 我们无非就只有数字 数字会检定 文字 文字也会检定 也会检查 不是检定 明天是检查 还有日期 就只有这三种 可以吗 但是每一个你都要检查 你不能说我象征性的数字 挑一个来检查 那就不对了 好 我在这提醒你们 请问一下利润会不会有负的 会哦 利润会有负的哦 销售额不会有负的 好 这样的听懂我的意思哦 好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好像说年龄 年龄会不会有18岁以下来办手机的 有吗 18岁以下可以办手机吗 要有那个法定代理人 那不是都是挂在那个法定代理人 那没有 没有啊 带过来 小朋友都要法定代理 要家长要带过来 把他的双证件加印章带过来 他的双证件 一定要双证件加印章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就是资料的检查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刚忘记写下来 因为刚有一位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我那时候想到说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交 数据的整理 这个要报表 检定 其实检定我还有一个卡方检定 看你们的样子 好像再继续讲也不好 所以不交 我到别个班 我在想办法去交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等你以示要学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一定都要会 我希望今天上午 赶快把这个以示要赶快讲完 因为这都是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 千万不要用肉眼来去比对 这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对我想到了 来我们把这个超市范例关掉 我要教你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来请把超市范例快速点点一下 重新打开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范例里面 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可能要请你学会那个资料分析之外 你可能还要会学会向下探索这件事 什么叫资料分析向下探索呢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销售跟利润做出双轴 销售跟利润做出双轴 然后我想进一步的来去观看一下 那个例如说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它的一个影响 主要城市它的影响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或者是各地区的影响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是不是有那个 各年 各年的销售 以及利润的一个双轴统计分析 好 可是我知不知道各类别 各类别产品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就像那天我们看到这类别里面桌子 所以我们现在我就想 我就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类别 类别 好 这我们就交叉分析筛选器 向下探索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要做分析 还是先把转换为格式做好 所以常用 游标落在任何一格 点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选到蓝色 确定 确定 可以吗 请你先做完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做一下那个 各年 各年的销售利润的一个分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点选 点选 插入 数秒分析表 插入 数秒分析表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表格一 就是刚刚我定义为表格的 好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我是不是要去做双轴 双轴的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我就去看 各年 谁请勾选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各年的销售额 谁请勾 销售额 还有利润 这是不是就看到一个个年销售额 跟利润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画这张图 书纽分析图 点确定 好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model 可是这样子的model 我们没办法比 什么叫比 最好是 最好是把那个销售跟利润 例如说利润变成一个折现图 好 所以怎么把这个利润变成折现图 滑鼠右键 变更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那就是把它变成折现图了 怎么变 所以在这个地方利润改成折现图 还有请把它做成副坐标轴 副坐标轴知道吗 就是他折现图就是利润 我们看右边 蓝色的销售额看左边 然后点选确定 喜欢是不是就做成这样 这样子 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model 这就是我现在看我的这个产品的 就是各年 应该说是各年 2013年 2014 2015 2016 它的一个表现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发现 2013年 获利利润是相对比较低的 2016年 更低 有看到这件事 好 那2014跟2015 尤其2015 它的利润 它是有上升的 好 就是去算说 这个点跟这上面 它的边界 好 它的一个差异性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交叉分析筛选器它放在枢纽分析图工具的分析 这边有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在枢纽分析表 它也在枢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都在分析里面 因为交叉分析筛选器它就是一个相架探索的工具 好 什么叫相析探索 等一下我做 再给你们看那种感觉 好 我现在把分析里面 我把 我把 参 类别 勾选 也把子类别勾选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地区别 你也可以去看国家别 你也可以去看那个 那个 城市别 都可以 好 我先讲类别跟子类别 确定 您看这边是不是有类别 类别总共只有三个类别 类别只有三个类别 请注意一下 就是整体 这是整体 这是我们的gold model 就是我们会先做出一个model 我们会先做出一个个年的一个成长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 向下探索去看各个类别 它的表现 决定来说 等一下我一定要点这个桌子给你们看 首先第一个 我就先看看 这个 技术类别 请问你 技术类别 这边有没有看到 2014年 利润是下降的 有看到吗 2014年 技术是下降 它本来是什么 2013 2016 它利润 它是下降 但是 这边2014年 它 也是下降的 对不对 红色是利润 好 那我们来看家具 家具是不是跟整体性来说是差不多的 半冬用品呢 半冬用品很糟糕 2015年 2015年利润应该是蛮高的 可是它这边是什么 下降很多的 可以记得住吗 从那个黄金法则这边来去做比较 你现在就是在做向下探索 什么叫向下探索 我现在是不是下探到 各个类别来去做分析这件事 可以了解我现在做的意思 我先把它关掉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这个桌子 桌子 你看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办公用品 这边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写检讨报告了 办公用品 为什么利润下降这么多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下降 从本来本来多少下降到多少 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先关掉 类别的三选 我们来去看桌子 请问周先生看到什么 就只要点右边那个桌子 你现在看到什么 几乎没有利润 对不对 2016年几乎没有利润 你觉得要不要写报告 当然要 对这个太严重了 对吧 你看前三年其实还好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2016年 跌到这样子 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这是不是一定要写报告 所以这就是交叉分析筛选器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向下探索 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从中 知道说 每一个类别 类别 产品 他各年之间的表现 这就是分析 你们喜欢玩分析吗 分析就在做这些事哦 可是我想 我想真的请你们去思考一下 你之前有做这些分析吗 没有吗 那接下来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做一下这样子的分析 就是公司里面有问题的纸残屁 找出来 然后知道说 我们要去看到这件事 然后去把那个问题改善 你一定会 让这个公司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相对的 像例如说 我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拿到 例如说 爱证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些分析 好 也是在用这些方式 我先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呢 我去看 那个各个子产品之间 各个类别之间 它的表现 那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去看那个地区别 可以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先关掉 关掉 因为这个桌子是家具 桌子是家具 好 我先关掉类别 请问我可不可以再增加 或者是把这个项目关掉 滑鼠右键点它 移除类别 这样我就把类别移除掉了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纸类别 好 所以移除纸类别 那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当然可以增加 例如说 在枢纽分析表 或枢纽分析图都可以 分析底下 插入 交叉分析筛选器 可不可以去把所谓的 不要看城市 我们可不可以看地区 地区 地区 在这边 城市 各位应该知道第一名城市是上海 对不对 请问你至少也应该看主要城市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说 什么叫主要 因为城市是不是很多 大陆有那么多城市 可是你总该看那个 前三名的大城市 它这个销售利润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确定 所以我们先看地区 再看城市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 各位 这是我们的golden module 也就是一个黄金的模组 然后我们 也就是 大概我们看到 我们公司的销售 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2014到2015 它其实利润是上升的 那2013跟2016 利润是下降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南地区 中南地区还OK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2015年销售额下降 然后利润也下降 虽然利润还是高于销售额 但是这是销售额下降 利润也下降 这是问题点 这是一个问题点 2015年 2015年不是销售额应该提高 然后利润也提高吗 可是2015年中南地区 反而下降 这是不是应该 询问一下 请问一下 股票今天假设 某一家公司 例如说台座涨 你这个时候应该会追问 那大盘现在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中南地区 中南地区 它这边是不是下降 可是那个整体来看 整体来看 它是上升 整体来看 销售额是上升 利润也是上升 可是为什么只有中南地区 这边它是下降 所以2015年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这应该是老板很想知道的事情 好 接下来西北地区 哇 西北地区 这个太糟糕了 2013年跟2016年的表现 是不是很糟糕 可以 好 接下来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有问题是哪一年 2014 2014还有2016 同意吧 2014年它应该利润要高于销售 这个太糟糕了 然后再接下来 2016它其实利润也没有那么差 可是为什么 这个地方它会有两年一个循环吗 一年好一年不好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 好 东北 东北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2013年表现是好的 但是它2013年表现是好的 所以它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2014年 华北呢 华北跟整体的表现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能说2013年表现是比较好的 销售额稍微比较好 然后利润也比较好 华东地区呢 全部都高 利润都高于销售 这是最好的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上海 对 对 你看一下我这边 我这边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的上海 有看到吗 好 请问一下 上海表现得好不好 非常不好吧 年年都利润 就是表现不好 对啊 红色是利润啊 可以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更加去了解 上海虽然它的销售也是最高 然后它的利润也是最高 但是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这边上海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好 好 那如果说您学到这个地方 我已经教你了很多种 就是说 其实我要强调讲一下 不管是昨天的趋势线 或者是今天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可以让我们下探质量 去更加了解我们的产品 或者是 纸产品 有没有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这边 你应该要会去懂得分析这件事 举例来说 我们是不是公务人员好像有一个特殊的专案 那有没有人会去观察一下 这个公务人员申办的量 申办的量 我觉得也很重要啊 它是不是 是不是会有变化 是不是有变化 或者有变动 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透过那个连续型分析 来去分析这件事 这是我说的t-taste 好了超市范略我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 我们现在来吧 好 请问我们刚 我们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2013年 2014年的利润 2014年的利润 2015年利润 2016年利润 好 我们分别做出这四张利润资料表 好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要把资料去分分散 分散 从本来是不是全部都在一起 现在想要把它变成 四年各年一张资料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2013年 是不是可以用滑鼠右键 显示详细资料 然后请把它改成 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成改成2013年 就是订单日期 2013年的全部都在这边 可以吗 会不会有2014年 你看这边只有2013年 不会有其他 好 请回到刚刚的这个工作表 一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显示详细资料 这是2014年的所有的资料 所以显示详细资料 好 这边是不是有2014年 好 接下来再做2015年 显示详细资料 2015年 最后2016年滑鼠右键 显示详细资料 然后全把它改成2016年 好 请问一下 我这样是不是有4年 各自独立的资料了 对不对 请问一下 当我今天拿到4年 各自独立的资料 我可不可以去做枢纽分析 我这边是不是有2013年资料 2014年20152016 这4年资料 请问这4年资料 能不能去做枢纽分析 答案是不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插入枢纽分析表 请问我们这边是不是表格 表格 是不是叫做 例如说这叫表格5 那请问你 能不能选到表格4 能不能选到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答案是不行 就是你 你现在你要去做枢纽分析 你一定要先把它合并在一起 好 那完了 不能做分析了 对吧 我现在我想很简单的去算 算一件事情 我想要去算 决定来说 这边是不是有各 各类产品 这边是不是有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销售额 我要怎么做分析 各类产品销售额怎么做分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只能透过另外一个功能来去做分析了 叫做合并绘算 资料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合并绘算 当然我还是要提醒你了 你也可以把4个 这个2013到2016资料 是不是先合并在一起 就是把2014年的所有资料贴在2013年所有资料的下面 对不对 把它最后整理变成一张很大的资料表 是不是又可以用数秒分析表来做了 就是你要把它整理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里面有2013年2014年20152016年的资料 请问你会不会把2013年的资料 就是选取到 然后复制贴到2014年的下面 然后2015年的资料选取到 然后全选选取到 就除了标题列了 然后贴到什么 2014的下面 会做吧 对啊 可是没有别招 好 可是当你今天 枢纽分析它的缺点 它 就是要在一张资料表里面去做计算 它没有别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呢 教你另外一个方式来去做跨资料表 好 它叫做合并会算 好 假设我现在呢 我想要算出来 我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 那个 类别 我这边有三个类别 有家具 办公用品 还有技术 这三个类别 我想要去算 各这四年 各年 各年的那个 类别 类别的销售额 好 怎么做这件事呢 资料 合并会算 点选合并会算 点选合并会算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加总 加总 然后 参照位置 参照位置 麻烦先选2013年 2013年的什么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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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曳选到销售额 可以吗 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这样选 我是这样选 就是点到2013年 然后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这个类别 我游标放在类别的上面一点点 不是N 是类别跟N 这一个 这个区域 交界那个地方 它变成一个 出出的 往下的箭头 这个时候我在点它 按住 然后拖曳到哪里去 拖曳到销售额 然后 新增 再来我是不是要选 2014年 一样 一样 类别 到销售额 到销售额 然后 新增 将2014年的N2到Q81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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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删掉 然后再选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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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 类别 类别 到销售额 新增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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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称掉 2016年 第六年 然后 类别 类别到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点新增 这样是不是就有四个 四个 然后请问一下 我要选择我的标题名称标题名称标题名称所以标题名称我要选最左蓝 因为我这边我会把那个家具全部并在一起 那这边要是有重复出现的话我就会以这个这个家具 只会出现一次办公用品出现一次技术出现一次 然后联选确定 那 刚刚 刚刚这边我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这是不对的一个区域 一定要落在一个空白的地方 空白 好 例如说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去做资料底下的这个合并绘算 因为刚刚这边都做完了 这边都做完了 直接点一下确定 你看 他是不是就算出来说办公用品加总是这个 技术加总是这个 家具加总是这个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算什么东西吗 因为当今天跨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计算 这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观念 因为跨资料表属纽分析不能做资料表分析 可是合并绘算可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类别 然后这个是什么 就是它分别计算出来的结果 请问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办公用品 然后技术 然后家具 所算出来的销售额加总 因为我用的是加总 好 我刚刚用的方法是用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然后帮我整理出来说 整理出来说这个销售额全部都把它做加总 加总 然后参照到位置就是N2到Q45 N2到Q45就是这四年的类别 类别一直到Q45 好 那 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刚刚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表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勾选了上海 上海知道吗 所以 所以这边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上海的结果 刚刚我在2014年 这是上海 这三个类别 这三个类别 它的值 可以吗 我现在我稍微改一下 你看 刚刚这边工作表 销售额上海 华东地区的上海 然后它的销售额 销售额 总共2013到2016 销售额加起来 是不是在这边 58万2450 跟这个58万2450 是不是一模一样 知道我在算什么吗 我不是算所有的公司 因为刚刚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拿这个工作表 然后来去滑鼠右键 显示详细资料 所以它只有 显示 所有上海地区 显示所有上海地区 的资料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不是全部 因为我刚刚是从这边来去显示 所有详细的资料 只有上海的详细资料 被我显示出来 所以我刚刚要算出来的 合并汇算结果 是 这4年 上海 这个城市 它的所有销售额 好 那我刚介绍到的内容 叫做合并汇算 它跟苏鸟分析 一个很大差别是 它可以跨栏 来去做计算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了 那关于那个分析 可能 暂时我们要在这边 报一个段落 因为 因为 你 你 今天把这边 这个2013 整理到2014 整理到2015 整理到2016 你要花一些时间 你才能够 合并之后 才能做苏鸟分析 对不对 现在我提供给你一个 不需要 合并 资料 就可以直接做计算的方法 它叫合并汇算 好 这样子的话 假设你有20张资料表 你是不是也可以很轻松的 透过合并汇算 指定好计算的范围 然后他就帮我们算出来 OK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我们今天从早上开始 一直跟你分享 Excel 在这个地方一些工作效率 提升的一个方法 让你在分析上面 它是简单的 还有像例如说 我刚刚觉得最棒的地方是 这个直条图 这个直条图 之前 之前当我们今天来去看这个直条图的时候 好 例如说类别 类别 我们也可以透过直条图来去看 好 或者是说 这个 但是要看它的数量就是了 销售我们也可以用直条图来去看 但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 这里面还有好多种新增加的图表 其实它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这也都是很多别人询问过 然后我们再去就是 看要不要去交 那我只是挑选了一些跟效率有关系的 这直条图真的还蛮重要的 还有像那个曾经跟你分享过的那个 建议图表 建议图表 好 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假如说今天 我选到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右下角这边 它多了一个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它可以直接 例如说 假设你要去看总计 它就直接帮你算总计算平均 算计算次数 算所占的百分比 好 或者是你今天要画图表 它这边也直接就建议的图表跟你参讨 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表格的定义 走势图 走势图有三种 例如说分栏的符号 这个折线图 还有输赢分析 各位知道什么叫输赢分析吗 就是当你今天有两个资料的时候 它把这两个资料 如果是大于它用蓝色 小于它用红色 这就叫输赢分析 好 那我想我们可能 那个暂时把今天上午的课程 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然后不要忘记了 我那个检定 至少 至少那个连续性检定 用T-test 直到你回去再看一下 好 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 因为下午我就要进入到PowerPoint的世界了 PowerPoint很好玩 它不像以色谣 它不像以色谣 但是当我们今天以色谣做完的这些分析 我可能会要想办法放到什么 PowerPoint去 放过去的时候 我是希望它不要改来改 我希望说来源资料改 目的资料跟着改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这是PowerPoint的那边必须要学会的 那PowerPoint的其实最大的改变 像例如说动画 动画改变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 还有PowerPoint的有很多的版本 可是版本像你都用不到 但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 它提供一些比较大器 就是看起来是很艺术化的版本 但是我们这边不能下载 这是比较可惜的 好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上午可能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下午1点半我们准时上课 因为4点20分就要结束 好 所以下午是1点半开始上课 好 上午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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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